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梁政策不明 市长谢国梁指出113年的追加预算和114年的年度预算 都不会编列摩天轮的建设费用 另外车辆产业加年华也不推了 无党籍市议员陈冠宇在市长施政总咨询时 咨询市长谢国梁对于政策不明 包括港警摩天轮的预算还要执行吗 2.4一等港警摩天轮 市长我知道你有发过新闻稿 但我希望你等一下再公开的回复市民 我是一个无党籍的议员 我没有要做任何的政治攻击 我就是真的不希望穷是只有电动车 我的预算编列 我的施政形象全部只剩电动车了 2.4亿的摩天轮到底会不会往下推 或是市府或是市长 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11.14亿的电动车免费送 我在市长施政总教最后一天花了最后三分钟 仅存了三分钟 那时候提到 现在电动车政策已经以往不同了 去年因为执行效果不佳 大家抱怨的要死 但是现在我已经送出了八千多台了 他能不能缓一缓 施政顺序能不能做调整 我希望等一下市长 如果没有办法太肯定的回复 至少让我知道 让市民知道你有在评估这件事情 我如果要再盲目投资电动车的相关补助 我可能还要再花20亿或19亿 这个回到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每年我要增加的社福支出 根本就对不上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包括在113年的追加预算 和114年的年度预算 都不会编列摩天轮的预算 但是未来或是在市长任期内 会不会编列呢 谢国良占卜承诺 我们已经有公开对外宣布 就是在113年的追加预算 以及在114年的年度预算 我们已经没有要把它纳入在里面 那我觉得我就先说明到这里 那是不是说永远不纳入 或者我的任期内不纳入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我们去做滚动式的调整 那大家觉得如果国门广场 并不是很适合我们 我们也虚心接受 我们也觉得说未来的其他的地点 如果能够有机会 在未来的时间点 再跟未来较为适合的地点 再做考量的话 那那个时候再做打算 简单来说就是113年的追加预算 以及114年的年度预算 我们是不会把它放进去的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指出 包括车辆产业加年华 也考量到大家的观点 也不推了 包括车辆产业加年华 因为我们也考量到大家的观点 目前也是车辆加年华 甚至没有要 我们还在评估中 目前还在评估中 没有要继续推 没有要继续推 市议员陈冠宇指出 目前基隆市对外的施政形象 只剩下电动机车 基隆市已经从友爱城市 变成电动车城市 电动车补助 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 基隆的形状 完全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是 电动车城市了 完全 我现在对外的所有施政印象 全部都电动车 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非常的难过 就我好像已经 只剩电动车 我什么都没有 那我的海呢 我的山呢 我的友爱城市呢 这个是在杨玉鑫处长 在回复市长事业务报告时候 提到的简报 我其实有认真看 我看了我很感动 现在时间还有限 我讲一个故事 我在去年的时候 跟杨玉鑫处长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杨处长问我一个问题 杨处长问我说 冠宇你相不相信 就是我们可以办到友爱城市 我们可以将基隆打造成 亚洲最友爱城市 我那时候直接回答他说 我不相信 我到现在 我还是无法相信 我看到现在基隆市 已经成为电动车城市的时候 我真的更没有办法相信 不希望大家想到我 就是怎样电动车 但是如果电动车 因为我们的推动 而成为基隆普及率最高 甚至在中央推动 这个静零碳白的过程中 效率不张 反而我们一只独秀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例外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电动机车的普及率 因为我这种政策变得很高 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不妥的地方 因此建议市长谢国良能够整体考量 评估财政预算 调整施政的先后顺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员非常关心监视器妥善率 以及系统是否完善等问题 警察局长达巡时表示 监视器妥善率大约维持在7成2左右 但是功能不像双倍 可以多点同时调用画面 因此还需要再加强 前阵子爆发杀人未遂犯 从基隆某医院逃脱的事件 由于警方没有办法 及时追踪到犯人的行踪 除了导致民众人心惶惶 也连带引发基隆市议员非常关心 监视器妥善率 以及系统是否完善等问题 我们警察局过了两天之后 才发现三人未遂犯 在当天已经离开基隆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有很大部分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的援警都非常努力了 那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子来 改善缩短这个 我们警方在查找人的这个速度 我们基隆市的监视系统 过去有一个五年的更新计划 那在疫情期间可能停滞了 我想请问一下局长 这五年的计划 到底我们目前是到什么一个阶段 就是监视器的太久唤醒 就不然是前端看起来 已经建置了将近1300多只 那后端的租赁也接近2000只 可是为什么类比监视 类比摄影机的比例还是那么高 还是说现在已经有更新了 那更新的数字又是什么 我认为依照警察人员的能力的话 不是只靠监视系统 如果我们都是靠监视器走 有一天监视系统 因为电脑故障或电脑被篡改 或怎么样的话 它失去的作用了怎么办呢 因为基隆多余嘛 又潮湿 所以它很容易损坏 不要每次当 要看监视器的时候说 是坏掉了 因为它潮湿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 应该要定期性的去检查去盘点 基隆市警察局长大逊师表示 监视器妥善率大约维持在7成2左右 目前基隆市的监视器系统 也不像双北可以多点 同时调阅监视器画面 来辅助警方查案破案 都需要再加强和提升 那些工班停下来 以前也算入所谓妥善率的这些 不能算 就真真实实的 我们到底状况如何 那么现在大概是在72%左右 72%左右 我们是做到这个第二T次 就是那个780支 我们今年远远已经招标 我们希望能够在9月的时候 就能够建制完成 特别是它是类比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的都 资料都进入到每一个派出所 变成一个小的一个机房 我们要去调 只能到那个派出所调 我们没有办法用类比的 是多点分散的 同时的去做这个调阅 那现在的新北台北 它都可以这样子做 警察局长也强调 由于部件或更新新的监视 监视器还需要时间 因此会要求先提升 各个核心路口的监视器维修率 在每一个核心路口 我都要让它的维修率 马上给我上来 所以我就请我的这个毛科长 公班是用跳点式的 哪里是这个我最需要拉的 我就先跳 那因此这样 公班的这个往复交通的骑程 还有状况啊 没有办法是带状式的 一次啊 很快速的把它拉高 也有议员认为 目前市政府鼓励民众 申请装设检疫型监视器 多少也可以先辅助 维持治安的功用 市长在推 因为五年可能太久了 他现在在市政座谈的时候 都有要补助市民 自装监视器有补助 这些我们本会的同仁 也有讲 在装的时候 也因为自装的时候有破案 从那边线索去破案 同时也高度肯定警察局 第三分局在侦破诈骗案件 以及警察局副右队 结合四个分局 推动市长谢国良 要求的行人友善 及保护学童过马路的绩效 很多是一生的机器啊 就被这些诈骗啦 骗光了 恨之入骨啊 所以在这边 破案例 非常破案例 几乎说百三分级辖区里面 破了蛮多的案子 我相信局长 你应该也有这个讯息啊 所以对这些严谨啊 局长应该要事实来表扬 局长副右队 在我们市长 在十四立班 行人友善空间 他死上的日十万人 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七 那些事故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这些数据 这些种种资料 啊 充分显示了 啊 附佑队的 在附佑这个附同等等的努力 警察局长也非常感谢议员的肯定和鼓励 对于有工人员一定会重游续讲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外幕山的大五轮烧摊 去年发生了一天三死的事故 市医院吴华家邀及市府相关单位会开安检视各项 安全设施与警戒线的位置 夏天即将到来 大五轮沙滩救生员即将在六月一号进驻 市政府除了加强捐食器 广播和无人机设施 今年还提供免费救生衣借用的新措施 这个是我们跟海委会跟长布亲协会 跟市政府合作 就是从六月份开始 会有这个救生衣的免费借用的服务 救生衣免费借用的服务 那预计我们在六月会上路 大五轮沙滩水域安全 受到市议会重视 市议员吴华家协同议长同志委 找来市政府官销处 产发处 消防局等单位会刊 许多在地居民到场 针对解决沙滩两侧 离岸流提出了看法 都是海安全 没有什么离岸流 这个补墙就好了 花不到多少钱 你这边把它围起来 这边原本就有了 在补墙这个花没几百万 然后这个做一个蓝沙体 我跟市长报告的很清楚 这个做蓝沙体 你有独木舟去往这边去 不要去影响这边的游客 这边不容许 你的警戒线里面 不容许有那么独木舟什么船之类 在这边会影响人家的游玩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这边也不容许沙滩油在贩售 因为我们这边出海的就是靠补补生 店家的都靠夏天在维持生气 所以你们一旦在那边卖东西 或者影响游客的一个空间 这对我们店家都很不公 30公斤 这边团30公斤 这边团30公斤 团了到水面 就不会有离岸 没有离岸流 因为我现在开始给你听 应该就是有这儿弄下去 有这儿流有这儿出去 你把这儿弄下去它就不会戳掉了 这个渔民大哥有建议说 希望能够针对稻伦的渔港 去做水工模型的事 因为他们也希望未来能够针对港行民 去做一些防护 所以这个实验结果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 已经有结果了 已经有玉泥的结果了 但是当初不是考虑到这边 它是以这边为主 所以我们回去看一下 它原本的模型试验图 是不是整区都有做 那就会知道 那如果这边没有做的话 因为当初做的时候是 没有这两个前提的前提之下 是现况 那如果未来要接到这个前提 它就必须要重新做模拟 政维居民质疑警戒线规划的范围 市安府表示 警戒线会随时滚动式调整 会往外推之外 也会加强广播系统 那其实这条线是去年因为意外发生 根本原因大家其实有说 就是一直以来 这一个地方的海域的状况呢 其实会造成这个 我们的沙滩两侧 会有两个空洞的形成 那这两个洞也会造成说 大家有提到这个离岸流的现象产生 那也就是这个离岸流造成了 这个海域在游水的时候 会遇到这个危险的问题 那其实在 他们说早期的做法呢 其实市政府都会来请 这个水工程单位 来把这个坑洞进行填补 但是近年来没有做这样子的工程之外呢 那在我们在问了市政府的意见之后 市府也是担心说 想要了解整个水的这个流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说就是 市府应该找专业的相关单位 赶快来确定 这个海域的水工程要怎么样来做 才能真正根本的 根治这个离岸流的问题 我想产发处的同仁科长副作也都非常用心 亲自来这边跟大家说明 但是最重要的要参考居民的意见 大家会过去这几十年来 怎么过的生活 怎么样的安全性的问题 我想这都要考量嘛 然后还有 我觉得可以参考外线市天然沙滩 天然海域的做法 管理办法 其实很多民众跟我讲说 半夜有很多大学生 在这边玩水 无人管理 那这个安全性谁来顾 我们救生 他们现在政府有委外救生 可是他有时间的限制 比如说到几点到几点钟有救生员 那半夜呢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世界各地 或者是国内国外有很多地方 有天然海域的地方 不是管理 这个东西不是你丢给外包就好了 这最重要不是说你丢出去外包 那在地的生命 居民的生计如何 那你进去变成要买票 居民会不会抗议 游客会不会抗议 我想有很多的东西 应该要参考各方的意见 做好汇整 然后做好工程的研究 我们一并的处理 在施政上面会对居民有帮助 对游客也有安全的顾虑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个问题 一并的解决 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来了解 然后帮我们居民 或是安全性都解决问题 大五轮沙滩救生员 6月1号正式进驻 议长同志委和议员吴华嘉 希望市政府多听民众意见 让地方发展和游客安全 能够达到双赢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金融市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 正在改建为三层楼高的 多功能游戏塔 及相关的游戏设施 有民众就发现 这个游戏场后方的挡土墙 壁砖最近剥落 裂开了十多公分 令人触目惊心 市议员韩世玉要求改善 中正公园内的儿童游戏场 全新的超高溜滑梯 让小朋友迫不及待 想冲进去玩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 墙壁上有一个尖锐的突出物 发现是一块剥落水泥 甚至就快掉下来 而这里有三层楼高 如果真的砸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砖快快要掉下来 但是都没有做一个保护的措施 中正公园内的儿童游戏场 目前正在重新改建 将打造三层楼高的多功能游戏塔 预计在六月开放 但每天在附近运动的阿公阿嬷 却发现游戏场后方编破了挡土墙 水泥壁砖严重均裂剥落相当危险 应该算挡土墙吧 墙壁 壁砖啊 应该算壁砖 壁砖快要掉下来了 所以呢我们担心说呢 这样如果仓促的开放 会造成呢民众发生危险 1月18星年就完工 只是现在正在验搜 哇你们验搜也太久了 就是因为有初验 然后还有副勇 然后还有证验 然后还有邮局的检验 喔喔喔喔喔 邮局检验 邮局检验 应该是大约上周还是上周 已经有验搜结束 邮局的部分 检验公司他们已经验搜完成 然后也是合格的部分 现在是都合格 对邮局的部分是合格 市议员韩世玉接获民众陈勤 邀及的市任府单位到场会刊 将针对相关设施疑律 和工程单位进行沟通改善 验搜完毕以后呢 第二阶段呢 应该我们要来进行遮雨棚 那为什么要做遮雨棚呢 因为我们运动的民众 大家当时候的话就希望 而且诉求呢 要有这个遮雨设施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说呢 验身完成后呢 能够尽数的呢 改善这边的遮雨的空间 需要一些遮雨设施 需要让他们活动 你来这边玩 遮太阳遮雨都是一个必要的设施 我觉得就是遮雨设施 目前在我们的 不管是老人长辈 他们实际上运作都需要这样的设施 遮太阳 夏天到了怎么遮太阳 此外也有民众反应 原本遮风避雨的中正亭被拆掉之后 民众没有地方运动 过去工程单位承诺 会搭建遮雨棚 但游戏场都快启用了 却没有动静 对此市任府回应还在寻找适合地点 会纳入第二阶段工程完工 记者黄少明金融报导 位在中山区复兴路239号旁 有一块20坪左右的空地 民众以为可以停放机车 没有想到就被警方开单 事业员宋伟丽邀请市府相关单位会刊 厘清这一块土地的用途 一起来关心 就是这块位在中山区复兴路239号旁边 大型社区前面大约20坪左右的空地 民众以为可以停放机车 没想到却被警方开罚单 因此向当地德河里长曾胜为 以及机动市议员宋伟丽陈勤 宋伟丽也特地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厘清这块土地的用途 到底能不能停放机车 所以今天决认是说希望各单位 就是杜花图动物图还有 台阶、台阶、台阶这些 希望他们能够 带回府内 然后原宣会 未来的管理机器是在哪里 是让行人 如果是行人的走道或者庇护岛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今天的决认就是让他们带回府内也很少 这块空地目前它的使用跟标示都不是很明确 所以让周边的民众也搞不清楚这块土地的用途 所以造成有一些民众把车子停在这边而被取地被开单 造成民众的困扰 那感谢一座这次办理这次的会堂来帮大家解决这个事情 市议员宋伟丽进一步表示 这块地原本是属于建商润农建设 但是交给市政府管理 市政府和警方至少要厘清这块土地的用途后 才能开罚单或是其他事项才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到右邊 左邊 到左邊 今天就到這裡 我要去報稅了 欸 報稅免出門喔 多種認證方式認你選 可以用網路申報 也可以用本人的手機門號申報 這麼多種 比我扮演的腳踝還厲害 而且附件還可以直接上傳喔 另外去年剛滿18歲有所得的人 今年也可以選擇自己申報 多元認證方式認你選 報稅不用少三冠 你的帥哥騎上通知書 這是要怎麼處理咧 收到帥哥騎上通知書 那是同意騎上的內容 就能利用這麼多多元的官方來認證 完成申報 那是沒東西 也是沒收到 還可以利用手機 還要搬電腦 也是電腦的網路補稅喔 這麼簡單喔 可是收到的帥哥騎上通知書 是退稅 也是不用拿不用拿 要記得會團比較冷 這樣才算是完成申報喔 帥哥騎上真簡單 都玩關頭平常立 喔 你要來回家喔 我要去高水局補稅喔 現在用手機就能補稅啊 先打開帥哥補稅的亞民 完成新婚禪案 看見條件資料 積到高上表 也是資料北京 嘿 看電子積到 積到六歲的方式 可以在帥哥 也是幾台立都OK 進步 完成 而且富家可以在這場 在這團體的帥哥上面 不用再走高水局喔 操作簡單請便利 手機報稅最舒適 你的稅額試算通知書 這怎麼處理啊 收到稅額試算通知書 如果同意試算內容 可以利用這些多元管道來繳稅 完成申報 如果不同意或沒收到 還可以利用手機平板或電腦 網路報稅喔 這麼簡單喔 如果收到的稅額試算通知書 是退稅或不繳不退 要記得回覆確認 才算完成申報喔 稅額試算好簡單 多元管道輕鬆腳 哇 對面那座山也太有型了吧 真的耶 閃電通髮型耶 他們如果沒有先向政府申請就開挖 被天眼照到就慘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衛星 衛星可以拍到的範圍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個月還回傳好幾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違規 都可以主動通報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開挖整地 請通報02-2422-3339 新一國校創新課程設計 藉由實作培養學生 對媒體內容的試讀與創製能力 在眉開眼校的影展上呈現學子成果 以嶄新的視野觀察校園生活環境 體驗從採訪到剪輯的影片製作過程 新一國小舉辦的媒開眼校影展 秀出學生們的學習成果 新一國小獲得教育部補助媒體素養基地學校 已經邁入第二年 今年的主題叫做媒開眼校 也希望透過小孩子的視野來體驗感受校園的美 學生在第一年 延續第一年 對媒體的這個基本的認識 培養這個批判媒體 試讀媒體能力以外 還有製作簡易的這個拍攝技巧媒體以外 到了第二年呢 我們更透過走出校園 到我們在地的這個媒體 包括我們中家 我們也引進外部的這個 三立的這些專業的主播 以及我們師大跟四星大學 他們都有專業的師資來帶領我們的老師 以及我們的學生 那在這第二年的媒開眼校呢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培養孩子 從自己的視角 來了解校園生活的點滴 從孩子的角度來詮釋 理解他們所生活的環境 那我們也期待 透過這樣持續培養媒體素養的能力呢 能夠讓孩子善用媒體 然後能夠發揮善的力量 然後來改變周遭的生活環境 這也是我們媒體基地學校 最重要的一個宗旨 那也期待我們落實這個 教育部三年的計畫當中 明年預告的媒飛社舞 讓我們的這個學生的媒體素養的學習成果 能夠展現更豐富的自主學習探索的一個能力 也期待我們所有的親師生家長們 一起來支持持續地來努力 面對數位媒體時代的來臨 資訊獲取管道多元 學生如何具備理性判讀和批判的媒體素養 已經成為當前教育領域的新課題 媒體素養的課程讓我收益量多 一年前我還不會辨別網路上訊息的真假 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盲目地相信網路上的訊息 也會經過查證再轉出來 我學到了很多關於假新聞辨別的知識 然後也學到了很多影片拍攝剪輯的技巧 然後我也終於知道拍出一支好的影片 是要花多麼多的心血才能完成出來的 經過了這一年的媒體素養課程 我學到了很多關於假新聞辨別的知識 還有更多各式各樣的媒體資訊 希望我以後可以運用這些知識能力在我的生活中 透過媒體素養課程 引領學生主動探索新媒體世界 具備終身學習能力和社會責任心的新世代公民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